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人等了30年的倡议内容到底为何 究竟有什么干活能让民进党当局上下如获之宝赶集体领呢 我们看倡议的首次会议 将于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届时台美将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谈判内容将会包括贸易便捷化 公营事业 农业 反贪污等共10亿项 目标是双方达成高标准且具经济意义的贸易协定 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亦诚认为 此项协议是美国不让台湾地区加入印太经济架构的小小补偿 是否真能说的比唱的好听 在艺术和所以然达成什么样实质性成果 还是未知数 台湾网友也批评表示 没有合约 没有备忘 只有嘴炮 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陈凤希之言 这次贸易倡议充其量就是一个对话平台 其中免你藏针陷阱夺鱼牛肉 例如其中一条提出对公营事业进行监管 但美国并无此类企业 明白这是针对台湾公营事业而来 当前全球能源价格飙涨之下 台湾岛通货膨胀尚不算严重 与石油电力等行业仍属公营有关 若美国就此进行干预将对台湾稳定物价形成 很大压力 再如第十一条要求 对抗非市场政策及做法 如岛内不允许转基因食物进校园 就属于非市场政策 此前美国商会议多次认定此规定不合理 这一条文或意味着 美国可继续向台湾食品安全开刀 民养当局沉迷政治次 还吃苦受害的局势台湾民众 美方指以打台湾牌 只会将中美关系带入危险境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就此所谓倡议回应指出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任何形式的 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与台商 牵具有主权遗憾 和官方性质的协定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我们要正告并将当局 颤早打消 以美谋多的算计 否则将会跳得越高 摔得越惨